说清朝雍正年间 湖北黄州府麻城 有个叫做图如松的人 年纪不小 已该谈婚论嫁 因此他突然说梅 娶了一个叫做杨氏的女子为妻 说白了 这个图如松和杨氏 他们属于是相亲 是包办婚姻 结婚之前也没怎么见过 更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所以杨氏对丈夫图如松无甚感情 结婚之后更是动不动就回娘家 图如松心里难过失望 但他素来是个好说话的人 因此平日里对妻子杨氏是多有忍让 平时没事的时候 杨氏老往娘家跑也就算了 但是有一次赶上图如松的老母 生病无人照料 杨氏更不愿意伺候老太太 所以又想要找借口回娘家 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 杨氏这么一整 图如松心里可就有点憋气 夫妻俩谁也不肯低头 所以发生争吵 俩人是越吵声音越大 越吵情况越凶 图如松一时动怒 抬起手来就要打杨氏 不过这一巴掌还没等落下来 杨氏一看要挨打 也不吵了 扭头就走了 图如松以为妻子兴许是生了闷气 回娘家也没出去找 想着过个三五天就回来了 谁承想杨氏这一走 娘家也没回 而是自此音讯全无 杨氏就这么失踪了 杨氏有个弟弟叫做杨伍蓉 姐姐一失踪他心里很着急 思来想去认为这事和姐夫图如松关系很大 因为本来夫妻感情就不好 经常吵架 姐姐动不动就往家里跑 一回家就抱怨姐夫的不是 所以杨伍蓉怀疑 姐姐的失踪一定和姐夫图如松有关系 甚至有可能姐姐已经遭遇不测 被图如松给害死 当然没有证据 杨伍蓉不可能直接去报官 说这一切都是我的猜想 所以他干次暗自到图如松的村庄去走访 想要亲自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杨伍蓉他人生地不熟 他到了麻城其实也只能是胡乱转 正巧在城外碰到了一个叫做赵荡儿的无赖 无赖就是地痞流氓 没有正义 每天瞎混的那种人 这个赵荡儿知道了杨伍蓉来此的原因之后 想要拿杨伍蓉取乐 想要耍耍他 于是谎称这你可找对人了 图如松杀害杨似这事还真让你猜对的 这事我听说过 传言得沸沸扬扬的 打成就是他杀的 其实吧 这个赵荡儿就是拿杨伍蓉斗闷子 他连图如松是谁他都不知道 但问题是说者无心的听者有意 杨伍蓉听赵荡儿这么一说 还以为自己碰到了人证 于是立刻就拉着赵荡儿去 告官了 杨伍蓉带着赵荡儿状告姐夫图如松杀害妻子杨似 受理这个案子的是知县汤应求 这个案子之后一直在派人四处调查取证 调查来调查去 汤之县掌握了一个十分状的线索 那就是 这个杨伍蓉来告状 其原因还不仅仅是因为担心姐姐的安危 而是因为一直有人在背后鼓动杨伍蓉来告状 这个在背后做推手的人是本县的秀才 叫做杨同范 虽然这个线索一时半会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但是汤之县隐隐的感觉到 这是一定不简单 的确这事很不简单 因为杨氏根本没失踪也没死 而是藏了起来 这个杨氏吧 他嫁过人 原本是个同养媳 丈夫比他岁数大了不少 丈夫死得早 他就熟了馆 熟馆还不算 杨氏还不太熟妇道 他丈夫活着的时候 他就和丈夫的侄子冯大有私情 俩人一直是维持着不清不楚的男女关系 但是杨氏和冯大这种关系 他有为人伦 见不了光 杨氏一个人他也得过活呀 因此今人说没 他这才嫁给了图如松 那天他和图如松吵架 夫妻出走没回娘家 而是跑到了自己的老情人冯大的家里躲了起来 这一躲就是一个多月 他这么一躲不要紧 他弟弟杨武荣是心急如焚 还以为是姐夫图如松把姐姐给杀了 竟然一指诉状告上了官府 眼见事情要闹成人命官司 这个冯大害怕了 他拉着阳士就找到了杨武荣实情相告 杨武荣知道真相 才知道自己冤枉了好人 但是壮子已然递上去 官府也受礼了 杨武荣此时是进退无拘 是骑虎难下 他也没办法 于是又找到了秀采杨童范 指着杨秀采是个文化人给他出出主意 没想到这个杨童范 他饱足圣贤书 侍从孔子时 却长了一副脏心烂肺 见了杨氏之后 他色心大起 竟然想要把杨氏据为己有 于是他干脆把杨氏又藏了起来 让杨武荣继续上告 一口咬定杨氏已死 而且就是图如松杀死 杨武荣一听那就告吧 反正只要姐姐好 那怎么都好 于是继续状告图如松 但是问题是杨武荣告图如松 他证据不足 赵大人是个无赖 他的话不作为句 你说杨氏死了 可尸体去哪了 你说图如松杀人了 他怎么杀的凶器何在 目击证人何在 一切都没搞精准之前 官府只能先把案件搁置 这一搁就是一年多 一年多之后 某天城外的河滩上 突然飘上了一具无名尸体 无人收敛 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杨童范给知道了 赶上两天下雨 尸体本来就高度腐败 又被雨水冲刷 已经无从辨认 杨童范干脆唆使杨武荣指认 这具尸体就是解解杨氏 官府要证据 咱就给你制造个证据出来 杨童范不仅带着杨武荣 认领了所谓的杨氏尸体 还带着不少百姓在河边闹事 说杨氏的尸体都找到了 官府还不声唐沈案 拖拖踏踏踏 很明显是直线汤应求 玩忽之手 有毒质之罪 杨童范明白 现在光凭这一具尸体 已经用处不大 因为县令汤应求审案 讲究个严丝合缝 就算有尸体 也缺乏其他证据 所以在县衙里 还是很难制突入宗于死地 所以 他纠缉民众 把这事闹得是沸沸扬扬 很快引起了 胡广总督西塔拉卖柱的注意 胡广总督那是封疆大吏 满大清朝就久未 这事要是卖柱跟插手 说不定还有转机 卖柱他是总督 一天日理万机 他当然不可能亲自下来审案 但他听说麻城有冤情 有民怨 认为必然是县令汤应求的工作干得不到位 立刻就把汤县令给免职了 免掉汤县令之后 卖柱又把林县一个叫做高仁杰的县令 调到了麻城 重新审理案件 表示务必要他查个水落石出 这个高仁杰 他在林县是个候补县令 不算是正事工 这小子基于麻城县令的位置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回好不容易摊上这么个机会 当然想要好好表现 他当然后急于干出成效 想要快速解案 于是可就对当事人突如松动用了大型 这个可贬的突如松 在监牢里是被好一顿毒打和虐待 在史料的记载中 这个高仁杰对他动用户型 手段之可不 过程之耸聚 实在是不便细说 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 高仁杰把突如松一顿打 好一顿打 突如松没扛住 虚打成招 竟然就这么认罪了 口供有了 接下来就是物证 高仁杰这次来麻城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跟他一起来的还有武作薛士 其实吧 这个尸体 之前的县令汤应求手下的武作李容 已经验过了 是男性尸体 死于疾病 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阳士的尸体 但是高仁杰不干 他非要再验一遍 他手底下的这个武作薛士 来的时候就收了阳同范的贿赂 睁眼说瞎话 把男尸说成是女尸 把死于疾病说成了是死于谋杀 一顿编排 物证也有了 但很显然 这个物证他偏偏老百姓还行 过不了专业人士的管 高仁杰想要把这桩案子给做实了 他就必须拿着这些证据 提交给上一集的知府 可堂堂知府哪是那么好糊弄 全天下又不是用你宣布一个黑心武作 这男性尸体一提交上去 还不立马就露馅 既然这句无名男尸 不能当做成堂证供 那么高仁杰就得盯着 图书聪接着要尸体 因为在高仁杰的逻辑里 人是图书聪杀的 既然找不到尸身 那肯定就是图书聪杀其藏尸了 所以高仁杰是继续对图书聪言行拷打 要求他交代出 把杨氏的尸体藏在了何处 图书聪根本就没杀人 就算杨氏是真死了 他哪知道尸体埋在那 没办法 他只好到荒山去胡乱指认 他指认一座坟 高仁杰就带捕快挖开一座坟 但是杨氏年轻 要死也是心死 哪有那么多正好符合杨氏身份的尸体 所以挖开一座坟 不对 高仁杰就接着拷打图书聪一顿 图书聪也只能再随便指认一座坟 打开又不对 高仁杰对图书聪又是大行伺候 如此反复竟然连挖了一百多座坟 你可以见得 这个图书聪在大牢里是遭到了什么样的虐待 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 图书聪的老母眼见儿子在监牢里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干脆剪下自己的头发 又突然找了件女子的衣服染上血迹 又从别处找来一些男性的小腿骨 将这些东西埋在河滩上 然后带着狗怪去挖掘 这才算是终于找到了所谓阳士的尸体 在绝望的老母亲看来 儿子盟员已经成了事实 自己不能改变 倒不如自己把这伪证提早的做出来 让儿子不再受折磨好死个痛快 有了这些拼凑的所谓证据 高仁杰是大喜过望 立刻就把这些证据上报给了上一集的 黄州府知府蒋家平 希望能蒙混过关 把这案子尽早敲定 但是蒋家平这个人也比较仔细 他认真地查阅了卷宗 发现有很多可疑的地方 而且送上来的尸体腿骨 知府衙门里的五座遗验属于男性 证据不符 所以蒋家平把案子打了回去 让高仁杰重审 这个时候高仁杰则耍起了无赖 他回禀说 那有可能是尸骨被人偷换了 而真正的尸骨则在河滩里埋着 前两天下大雨早就被冲走了 这叫什么 这叫做死无对证 案犯都认罪了 你蒋知府跟我这叫什么劲呢 这回也不找蒋家平了 而是直接把结案陈词上报总督卖柱 卖柱裁定 屠如松杀其无疑 判秋后处斩 最开始厌尸的武作李荣则被当庭活活打死 汤英球刚是受到严重处分 差点没把他的家给抄了 可以说一帮清清白白的人全都含冤辅罪了 而高仁杰因为办案有功被迈住赏识 直接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大馆了 一桩冤案似乎就这么结束了 但是一切才刚刚开始 视频接上闻 这个杨童饭他不是单身汉 他把杨氏藏在家里只能算是金屋藏胶 杨氏只能做小的 因为杨童饭有正妻 而且由于他们已经捏造了杨氏死亡的事实 所以杨氏不能见光露面 只能是在杨童饭家里藏着 连丫鬟下人都见不着 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下来没多久 杨童饭的大夫人就怀孕生产了 而且是难产 杨童饭在麻城找了个产婆帮忙接生 产婆一个人他忙活不过来 要求杨童饭多派几个人来辅助他 可以说杨大娘子这一生孩子 杨父里上上下下都出来帮忙了 但是人手还是有点不够 杨夫人生孩子他疼得厉害 情急之中竟然大喊出了三姑救我这句话来 杨童饭私藏杨氏这个事知情者非常少 但他的正气他肯定是瞒不住的 杨大娘子对于丈夫那的这个小妾也不排斥 反而是帮助丈夫一起偷偷隐 平时这俩人在闺房之中触达不错 杨大娘子一直称呼杨氏的小名 也就是三姑 大娘子这一生孩子是情急之短 想到谁他就吆喝谁 竟然把杨氏的名字给喊了出来 这个杨氏他本来在内屋里藏着不见人 但听到大娘子声音气力的呼喊他 他也没留神 一个剑步就走了出来 想要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他一出来发现产婆也在 可是再想走也来不及了 压狂下人还好管教 动喝他们不许泄密就得了 但产婆是外人 杨同范怕产婆多嘴 还专门拿出文银十两赠予产婆 让他务必要保守秘密 可在这位产婆没有被这十两银 在魅了良心 屠如松的案子在麻省已经传遍了 产婆装见杨氏就知屠如松是冤枉的 他二话不说就让自己的儿子 拿着这十两赃款 又去官府告了状 现在的麻省县令是一个叫做陈鼎的人 这个陈鼎也不含糊 得到线索之后非常麻利 立刻就带着捕快到杨同范的家里去拿人 果然是一拿一个准杨氏被当场勤获 杨氏被勤获 那么所谓屠如松杀妻就不攻自破 更说明了前任先令高人节 办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冤 铁正如山 在陈鼎的审讯之下 杨氏杨偶容杨同范纷纷认罪 而那个被折磨的命悬一线的屠如松 终于有活下去的希望了 陈鼎拿着最新掌握的证据上交给了两个人 这第一个人是胡广总督麦柱 我们的老朋友 这第二个是湖北巡抚无应分 因为陈鼎清楚 这桩冤案是卖助手底下的人办的 他陈鼎把案子给翻了 那就摆明了是要和总督大人对着干 难保卖助把这案子发还重申 或者不予受礼来个托字诀 所以陈鼎又把案情抄送了一份 交到了湖北巡抚的手上 胡广总督是封江大利 但其实总督属于是特派性质 他不是最高行政长官 真正主导地方的是这位巡抚无应分 无应分拿过卷奥一看 很快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他没有犹豫 立刻就参了卖助一问 说他审案不严 任用奸人铸成冤案 应该追责 卖助拿到陈鼎上报的卷奥之后 他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但这哥们第一时间没想着反映错误 而是想着怎么能甩锅 他在赖想去 最终决定还是要从杨氏的身上入手 于是卖助动用权力 让杨氏写了一份证词 说自己原本是娼妓 并不是图书松的妻子 而让杨东范也装傻充愣 说从来不是什么所谓图书松的妻子杨氏 自己犯的不是栽赃陷害罪 而只不过是私藏娼妓氏罪 这么一整 整个案情的性质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卖助大人是四两拨千斤 把一桩触目惊心的惨案 变成了民间的普通纠纷 因此在吴云芬上折子参卖助的时候 卖助也赶紧拿着这些伪证 也上了一道折子 反咬吴云芬一口 说吴云芬冤冤枉忘自己 但问题是雍正老兄那可不是个好骗的人 皇帝没有偏听偏信 而是派出亲信 让朝廷的户部尚书 使一接替卖助胡广总督的位置 到麻城亲自查访 使一查 发现情况和陈寗所成一致 真相就此大白于天下 因为那些不以百姓不会说谎话 卖助和高人节被追责严惩 而杨同范杨武荣等人则被处以崭刑 终究绳之一发 这一次蒲鲁冲终于洗脱了自己所有的罪名 被放了出来 善暴恶暴这终有一暴 高飞远走也难逃一劫呀 蒲鲁冲被释放的那一天 麻城百姓几万人自发走上街头 竟相欢呼喝彩 一桩悬案就此了结 好了 我是历史其实挺有趣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